很感謝各位朋友,不僅僅說,而且還逗留到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所說的話,我覺得是從心底裡頭說出來的。 所以這種意見未必已經能夠提供到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因為對於教育局來說,解決方案是要你們去思考的。 但是,局長、秘書長們能夠了解到市民的法治心底裡頭的心聲是非常之重要的。 至少今天我相信是提出了很多各方面的問題, 這些問題的確是要一一去處理。 今天我們講的問題,其實我有一個很深的感覺就是, 我們譬如說全日制的問題,公課的問題, 其實全日制,我們由大約97年左右提出, 到現在20年,其實也都經歷了變質的問題。 TSA也都同樣地出現了變質的問題。 這些改革的方向,到頭來都出現變質, 其實是否一些偶然的情況呢? 我覺得這個可能不是的。 可能是有某些結構性的因素,令到我們出現這些問題。 所以,局方去看這些問題的時候, 可能真的有想清楚。 譬如說全日制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把那個課時延長了, 令到小學生負擔很重。 這個其實跟我們一直說的以兒童為中心, 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而兒童的特質呢, 就是大家知道他在那段童年的時間, 他需要遊戲, 他需要有體育的, 體格上面的成長, 他有很多方面的一個發展。 如果我們看鄰近的地區, 我們就知道, 他們的課時是相對短的。 譬如說初小, 有些地區, 只是每天是五堂而已。 這樣的話呢, 可以令到學生有充分的時間, 有其他的娛樂的活動。 我們現在, 我帶我們, 就是全部是加數的。 這個加數呢, 不單止是政府可能加緊, 就是可能學校也都加緊, 也都包括, 可能家長也都加緊一些補習的等等。 這個其實是有一些社會因素在導致著。 但是, 講這些社會因素, 講完之後, 可能我們沒有出路。 我們需要一些入手位。 我們為什麼一直這麼強調要改TSA呢? 因為TSA是整個問題的一個制高點, 是一個煙喉的位置。 如果你不在這裡鬆開它的話, 很多東西都不能鬆開。 所以這個TSA的問題, 我希望教育局一定要去處理。 另外, 今天, 吳嘉昇先生和吳嘉昇先生, 就是負責課程方面。 我很希望, 能夠在初小特別去, 就著小朋友的需要, 他們的特質去檢討我們的課程。 究竟學生能夠負擔, 以及勞日結合如何能夠做得到呢? 等等, 令到他們真的做到健康的因素, 擺在我們的課程裡頭。 否則, 我們是讓課程牽著鼻子走, 不能做。 可否讓我多說一點點? 好,請說。 今天來的湯中, 很多朋友都是家長, 我想提一提。 家長其實也有些事情, 可能可以想一下, 如何改善。 剛才王子喜先生提到一個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就說, 為什麼功課要適合呢? 很多時候, 現在家長都會幫學生做好家課。 確保學生回到去的時候, 是做適合。 但是確保做適合, 如果這是家長之力, 而不是學生之力的話, 往往會令到教師收到一個錯誤的訊息, 繼續的功課這麼深, 繼續這麼多。 所以功課是否一定要適合呢? 家長其實可以想一想, 給學校準確的訊息, 讓學校知道其實他們需要調整。 好,請吳先生回應先。 多謝主席。 首先, 我也重申, 今天教育局同工, 即是我, 我也充滿聽到的。 我們回去也會跟相關的同事, 再去談談這件事。 雖然我們局長, 顧九等等也沒有出席, 但是不代表他們也聽不到大家的聲音。 我回去也會如實地跟他們談談。 也很感謝各位表達的意見和建議。 我想我時間一想, 我就簡單做一點回應。 首先, 我也想承認葉建言議員, 剛才說的, 他是對的。 我想, 家長, 作為一個很重要的持份者。 其實, 我想, 對於子女的壓力, 工課等等。 我想, 家長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是可以幫到手的。 所以, 我們一直都強調, 即是說, 所謂的家學合作, 這件事是十分重要的。 那麼, 去到壓力的議題, 我想, 大家剛才很多都表達了。 我都聽到, 吳建華先生也說了, 其實以前沒有壓力嗎? 我想, 壓力應該人人都會有存在的。 不過, 如何呢? 我們正確去面對這些壓力, 以及如何去做。 我想, 如何去到正確去面對壓力, 以及如何去做呢? 我想, 不同的持份者, 都可以由他不同的角色去扮演。 包括剛才是葉宇宜講的家長。 我們有重要的就是學校的層面。 我們教育局等等。 我想, 我們都會盡力去做。 有一兩點, 我也想在這裏, 都少少去, 或者說少了。 盡快了, 我想, 要回答一些具體的事情。 好。 譬如, 標準學時, 我也想說一說, 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我們一刀切去講學校 幾多小時的家課, 其實標準學時一樣。 即是說, 如果一刀切, 你講幾多小時的學時, 有時也未必, 融洋學校可以容易去幫助學生 所謂的拔尖補底的工作。 吳先生, 他們在說, 即使你上課, 教書也有個建議的課時, 那可否有個建議的功課時間? 正如我想說, 如果你有建議功課時間, 因為每個學生, 他一陣子自己學習的進程, 或者你硬生生意要有個建議功課時間, 其實可能有些學生他根本不需要那麼多時間, 有些學生要多的時間做一些加課的, 或者叫做一些課課, 我們覺得如果一刀切的話, 最高啊, 最高啊, 建議最高的功課時間。 你最高跟等和最低都是一樣的, 我想我們回去會再, 提到大家的意見, OK, OK, 但因為在這裏, 我們不會即時會有一個所謂 Yes or No 的答案, 這裏我們要回去看看, 好嗎? 好。 那有一樣東西呢, 我都想講講到BCA, 其實BCA, 行政長官在選舉的政綱都講了, 我想我們雙方委員會都在開展, 以及去看全面檢討的, 我想我們都會在適當的時候, 我們會公佈報告, 我想大家都會聽到的了, 那有些同工呢, 就講講, 是不是教育局講成績不合格, 就要多操練呢, 正如我們都不斷重申呢, 其實不是的, 因為所謂評估的工作呢, 其實主要是回歸學生的學習而已, 我想這一點, 和大家剛才提到的, 的目標都是相近同一致的, 這個我的簡單回應, 謝謝你。 好, 我想再回答一條, 就是當學校不跟你的指引的時候, 可以怎樣呢? 就是教育局有沒有角色, 以及家長呢? 簡單這樣說, 即是我們有, 即是譬如很具體, 100分鐘的休息時間, 他們個個都說, 學校不跟的, 那怎樣呢? 簡單這樣說, 我們沒有說, 100分鐘的休息時間是怎樣的, 其實我們有一個機制, 有一個監察機制的, 一, 我們就會有些區的同事會去學校, 定期會去學校, 即是做了所謂的區的學校探訪, 我們都有一些限外評核, 以及一些inspection, 等等, 我們會透過這些機制, 第一,我們學校去了解, 學校工作, 包括剛才大家說的, 即是時間表操作等等, 如果遇到一些情況, 我們覺得都要跟進, 我們會跟進的。 即是家長是可以向你們投訴的? 對, 其實兩個層面, 第一, 我們都說了, 最好是家長和學校的溝通和合作, 這是第一個防線, 你們都一樣, 即是如果覺得都處理不了, 其實我們教育局都瘋狂大, 你們可以離開我們教育局, 譬如透過分區的同事都可以跟我們說回, 我們會即當地去了解和跟進。